一样是在这个白宝箱里面 刚刚我们用了分享档案的部分 那现在我们来做那个随堂测验 那请你点开随堂测验之后 一样老师可以在这里不提 今天谁最帅 就问学生 那学生呢 你就可以在刚刚的这个功能里面 请你选随堂测验这个功能 不过呢 你们刚刚是跟自己的课堂做联动 对不对 那所以请各位重新扫描一下 进到我的课堂 所以你就必须要点你的QR Code 请各位再扫一下进到我的课堂 进到我的课堂 我们在我的课堂上做练习 请各位重新再扫一下进到我的课堂 你刚刚是跟自己的课堂做互动 那请你扫一下我的课堂 回来我的课堂跟我做互动 那请你选那个随堂测验功能 请你选随堂测验功能 然后还会出现一个白板 对不对 请你直接在上面做回答 直接在上面写回答之后 按小飞机传送出来 那如果你有传出来呢 你就会出现在老师的画板里面 就会出现在我画板里面 那老师就可以在线上直接点开 就可以看到同学们的答案 就可以看到同学的答案了 所以这一个是叫做随堂测验 随堂测验 所以他使用的是画板的功能 画板的功能 那当然这个画板上面 也可以去做绘图的功能 那对老师这边 一样是可以收到答案 所以这个是线上远端 手写版小白版的功能 是这样子用的 那当然你这个布题 如果你事先就布在你的 你的那个页面里面 你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问题这个区块关掉 那因为老 老师事先就布题在这后面 就可以直接跟学生做互动 好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 不个别做练习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我现在来讲一下那个 刚刚朱主任问的 就是如何线上设定 你的账号的联动的部分 好 那这个我们 我就先把这个白板缩小 你的账号如何做联动 首先要麻烦各位 把你的浏览器打开 好 请各位直接进 买Viewbo的网站 好 那去网站之后呢 请你去做登录 请你去登录 那登录一样是用 教育数给你的账号 使用Google 或者是用教育云都可以 就是这样子 登录之后是长这个样子 右手边会出现 你的那个代号的名称 那等一下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名字 也可以换 也可以换 然后左边就会出 左下角就会出现这些功能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用到 你先不要管它 在你的账号这边呢 请你点一下 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些设定可以改 那这里面我们会用到两个地方 一个叫Follow Me 一个叫编辑账户 那请你在编辑账户这边先点一下 这里有一个叫MyViewBoard的名称 就是个人白板 也就是你的教室的名称 这个名称就会决定你刚刚那个连结的名称的位置 好 那所以这里你可以自己改 那只能 最好是只能用英文数字 好 不能用中文 不要用中文 因为这个会牵涉到 越简单越好 但是又不能跟人家重复 好 所以如果你取的名字跟人家重复的话 系统不会让你过 好 那所以这个会牵涉到你那个连结的名字 所以如果你要改 可以在这里改 好 这是第一个改名字的地方 好 改你的教室名称的地方 好 只能在这里改 好 在编辑账户这个地方 好 你的账号的编辑账户这里改 好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好 再来 有没有问题 好 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好 那如果你不改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来绑定云端的部分 他是在那个follow me这里 follow me这边 follow me这个地方 所以请你点一下你的账户 然后点follow me follow me这边呢 请你选择云端整合服务 好 云端服务整合这里 好 那这里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google云端硬碟 请你去绑定 好 绑定 然后登录 你就可以去 在myviewbook里面 就可以直接使用你的云端硬碟 跟你的云端硬碟做整合 所以学生传给你的东西 会直接进到你的云端硬碟 好 所以在这里直接绑定就好 那另外 如果你常常有在用classroom的话 你也可以把这个地方去做绑定 那你刚刚那个教室的连结 就会直接出现在你的classroom里面的 那个消息的那个地方 好 你就不用再叫学生去扫QRcode 好 就不用叫学生再去扫QRcode 好 所以这两个地方是我们常常会做的绑定的动作 好 各位看看 有没有问题 应该找得到 好 那另外 它的预设 就是你的那个数位教室的预设 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些设定 好 也可以做一些设定 好 这个是你的个人账号里面的一些设定的动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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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